大家都说她好勇敢 新北市消防局这位二重分队的女救护员 她叫做赖文丽 她执勤的时候遭到一名酒驾男子撞成了重伤 她的小腿必须截肢 她当时非常勇敢地签下了手术同意书 而昨天市长朱立伦也特别到医院探望她 强调会就责到底绝不宽怠 是不是要喝酒 喝酒都打得开车啊 要不要道歉 涉嫌酒驾追踪女救护员的陈信驾驶 酒册值高达0.65 面对记者的询问她态度闪怒不愿多说 三边黄汤吓肚她开车撞人自己没事 不过被撞的女救护员赖文丽 却因为伤势严重 左小腿惨遭截肢 邻居表示酒驾男子陈希发担任油漆工的工作 平时就爱喝酒 而受伤的救护员赖文丽家庭清寒独立孝顺 她的妈妈一想到女儿执勤被撞相当心疼 心情我也不敢说 没想得到 她很独立 30号凌晨 赖文丽出勤救护三重重新敲的一个车祸案件 没想到她才刚把伤者送上车 自己却被酒驾男子陈希发给引头撞伤 你也跟我说总统给她加油 那总统对她的鼓励她非常感动 那她也会这个勇敢的面对 对于这一次警察局处理的一些的过程 的确有检讨的必要 新北市长朱立伦上午前往台大医院去探视 不过现在外界执意 救护当时警方为了赶下一趟勤务 并没有留在救护现场借户 才会酿成悲剧 现在教室家属五万元交保 家属只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给个交代 谢谢大家